這些被倒在山坡上的家戶廢棄物 已經四處散落 有一般垃圾 舊衣物 家具 要清理還真是不知從何清起 這是上周中山村查農發現的 地點就在舊寮溪上的偏遠山區 平時人煙稀少 同樣的情況已經不是第一次 讓地方相當煩惱 也不知如何遏止 這樣不道德的行為 因為這裡常常被倒垃圾 對 對地方也是一種很大的困擾 這看起來好像都是一些家裡 你是一般垃圾還是什麼 還有大型家具 這個好像是人家搬家 整理出來的 我印象中好像中山村 已經有好幾次都發生這樣的情形 有一陣子滿平凡的情形 對 對 對 我們這裡還滿平凡 因為我們這裡腹地比較大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 像每一條茶園都去尋到 對此環保局也已經破代追查 透過帳單地址資料 找到當事人 對方稱是委託有人代為處理搬家廢棄物 後續經查證後 將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對行為人處以1200元到6000元罰還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報導 都致含含是一條紙的 對方猜子 韜蘭新聞記者黃竹漢採訪辰à